与煤炭石油等能源相比 天然气开发相对容易 储量较大 一直以来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能源之一 而且每年3到8月 是天然气市场的传统淡季 价格往往处于全年最低 今年却一反常态 在夏季大幅排升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 这对于天然气开采公司STU来说 是否是极大的利好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 独家解读 Santos Limited是澳大利亚的 一家天然气开采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54年 目前为澳大利亚和亚洲的家庭和企业 提供经济和环保的天然气 Santos目前的业务包括 勘炭和生产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原油 宁吸油 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 Santos目前拥有的五个天然气资产 为重点战略的核心 其中包括 1.Cruper Basin业务 这项业务在21财年上半年的收入 为5.07亿美元 占公司总收入的24.01% 2.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市州业务 该业务的收入为3.83亿美元 占公司总收入的18.13% 3.巴布亚新几内亚业务 中期股息为每股5.5美分 同比增长了162% STO的一周一月和一年收益都非常不错 并且一年的走势分别跑赢了整个板块和澳谷大盘 从工序来看 供应方面 在长期低价和疫情影响下 尚有勘弹开发投资不足 导致供给短缺 主要天然气生出产国 因为疫情以及出口限制 亦或者是政治原因 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需求方面 自去年冬天以来 欧洲一直未能补充天然气库存 在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后 欧洲天然气库存骤降 随着全球经济辅苏 能源需求量显著提升 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和动力来源 天然气的需求量也进一步提升 同一时间 多国实行的碳中和计划 导致了大量天然气的需求 以代替石油使用所产生的重污染 短期来看 全球对天然气需求的激增 仍然将是推动STO股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